通过社交媒体微信认识的网友可靠吗? 一名中国留学生日前就在微信认识了另一名 自称是中国房地产公司董事的36岁男子刘佳 该名男子一开始表现得十分大方 甚至为受害人张嘉敏买下了一件上千令吉的衬衫 起个月之后男子却已要申请大马卡 转换国籍为由向女子借钱 他说当时打到了澳大利亚一个四千多万的一笔钱 他说我现在需要换一个身份 因为他说他自己的身份 他有一个叔叔还是姑父从政 然后涉及到了点事情 所以他不能以他的身份去拿那一笔钱 之后他就开始就是要做兰卡 要短大概十二万令吉的那个理由开始跟我借钱 女子当时不以为意 便将要缴付学费的三万令吉借给男子 也收留了当时没有住处的男子 怎么知道最后男子不但迟迟不还钱 还把女子父亲一只价值十万令吉的名牌手表一并带走 搬到另一名中国籍友人刘明的家借宿 而这名男子前后也骗走了刘明大约一万三千令吉 最后他可能觉得已经还不上了 这笔钱他可能还不上了 然后呢直接把东西收拾完了 从我的屋子里就搬出去了 然后我就一直就联系不上他了 但是我还能联系上我这个朋友 我跟他联系我才知道 原来他之前问他借了这么多钱 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以后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不要再被他给骗了 刘明指出虽然他是通过张家密认识该名男子 但是依内男子在挑拨离间搬弄是非 因此前一阵子并没有经常联系 而后来也得知另一名友人也上了当 被骗走大约三万一千令吉 民政党全国副投诉局主任刘博文指出 这是该投诉局在今年接获的第二宗外国学省受骗的案件 他表示这些老千一般使用的诈骗手段大同小异 他们时常让学生觉得他们是非常有钱的 他们的事业是非常好的 然后他们在一开始时常都会很大方的花钱 只要博取你们的信心跟信任 过后他们开始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跟你们借钱 这个技巧是不变的 刘博文将致函警方要求移民局将这名老千列入黑名单 同时会协助受害者向大使馆投报 让中国当局关注类似的事件 NTV7实习记者曾思科采访报道 我的这个背片的 片纸背片的 那个经验导师传信息